第3 堂課 第3 堂課 前面我們跟大家講到 我們已經進行到第二步剛結束 我們已經學會了 怎麼樣去定義一個 應該不用設定 其實也沒關係 然後我們已經進行到前面第二步 所以我們知道 怎麼樣去定義一個neuron network 然後他已經正在 就是用中間點滴音的這種東西下去做定義 那接下來 要怎麼樣去 其實很想拿到非常豪華的 Nomian的Accubation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呢 那其實他們這些 Nomian的Accubation 他其實都在 非常簡單的頭 就是要 拖了點 比如說像是 redu 或是sigmoid 或是tension h 這樣子 你就只需要把一個 tensor 然後用這個 function這樣包起來 他就可以變成 他就可以自動的把它 apply這個 Nomian的Accubation function 然後其實常見的就是 大概就是這幾種 然後最常見的是這個redule redule就是 小於等於0的時候就是0 然後大於0的時候就是0 最常見的是這個redule 所以基本上呢 你就只需要在你的 那個forward function裡面 再加上這個tension redule 你這樣就可以 非常快速地 實現這個 這個能力的activation 所以我們這邊 再繼續接續剛剛的 兩個heathen layer的例子 所以這邊 就變成 還有一個offer layer這樣子 我們就有兩個heathen layer 然後通常 就是offer layer 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 offer layer的activation function 會被 就是我們今天問題的 一個定義下去決定 比如說我今天的問題 是想要去做一個回歸問題的話 然後offer的話 最重要是linear的activation 因為 我的 回歸的話 通常就是沒有一個 上下區間的問題 那 如果今天你是想要做分類的話 你可能需要 去把你的offer 去局限在一個 可能是0到1的 一個機率值的 一個區間裡面 那你可能就需要 去用一個sigma 一個function 所以offer layer的 activation 就是之後會跟大家介紹 那我現在主要介紹的是 heathen layer裡面 我們要怎麼加 activation function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原本的input 呢 過了這個第一層的 一個nail 我可以看到一個output 那得到這個output之後呢 我再把它用torch.redu 這樣子包起來 這樣子它就是 已經有 那裡的incubation了 然後所以 我就在每一層的時候 就這樣子 加上這個redu 然後再經過最後output layer 我就可以看到最後output 然後呢 下面這邊也是一樣 就是先定義一個 my name my name word 然後再把它output 變成name word 然後再掛好x 這樣就可以得到output 這樣 這樣 它在進行這個net x之後 它其實就在做forward這個方向這件事情 然後它forward它就幫你把這邊都算好了 把output return回去 好 那 之前你比較沒有跟大家提到一個點 就是 今天你可以 你今天定義好一個nango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把你的nango print出來 這樣子 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裡面的element layer 是怎麼定義的 所以譬如說像是 我剛剛用的那個例子的話 你把它print出來就會像這樣 就是第一個 layer 它就會是一個linear的 然後把64變成8 然後第二個 layer 就是8變成8 然後就會是8.5D 這樣子 然後bites就是 我之前跟大家講的那個 一開始全部都出實話是1的那個詞 好 然後呢 就像我前面跟大家講的 就是前面講的那些呢 都是在heaten layer的時候 用的activation 那最好用的是回路 那在output layer的時候 其實我們必須要根據 我們問題的定義 以及loss的function 來去決定說 我們output layer的activation 應該要設什麼 那所以譬如說 像這種 之前最簡單的那個例子 做linear regression的話 我們將 output layer 就是 linear就好 因為我們的 輸出就是在一個 時速的範圍裡面 然後我們的loss 就是 用mse 或mse mse 的方式去做更新 這樣子 那在做二元分類的話 通常我們可以用sigmore 這個function 就是如果大家像類別的話 可能 果然就會教到說 你這個sigmore 這個logic的這個link 要怎麼樣 把它轉到01之間 反正呢 大家只要記得sigmore 就是可以把output 變成01之間 然後呢 再搭配上 這個binary cross entropy 就可以去計算 一個分類的問題 那在 通常在做 binary 跟multi class 跟caccification 不一樣一點就是 你今天multi class 譬如說我今天要分 十類要分二十類的話 那這二十類 我希望這二十類 他最後的 是在一個機率的分布裡面 所以 我希望這二十類的 加重為一 所以我會經過這個sultmax 的activation 把所有這二十圍的 池都弄成 零道力之間 且 他們加下來 只是一 這樣子 對 然後這是 稍微大家要注意的一個點 那再來第四個步驟呢 就是 我們要怎麼樣去決定 我們的loss function 那loss function 就跟之前講的一樣 就是根據不同的問題 我們會去定義不同的loss function 那常見的就是 像是mse 然後 cross entropy 然後再 推進行的話 可能就會有另外 一些設計的loss 那大家可以再繼續查 一些文件 這樣子 那 接下來的這張圖呢 我想要跟大家講 就是 怎麼樣是一個 好的loss function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 藍色的這個叫做 cross entropy 它就是有點 有點像 一個 晚風的一個形狀 然後 紅色這個呢 它是mse的loss function 就是 在你xy是不同的值 下面 它的 自己手的就是它loss的那個值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藍色這個值 它其實是 它是一個 就是 比較像是 珊瑚的一個形狀 那 這種 這種比較有起伏的loss function 跟這種平平的loss function 大家可以自告一下 大家覺得哪一個 是對於 我們模型在做update的時候 會有 比較好的 幫助呢 那 這邊就直接跟大家講 答案 就是答案其實是 藍色這個會比較好 因為大家 因為我們之前跟大家講說 在做gradient底線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想要 一步一步的 走到這個 山谷的最低點 但是 如果你今天的路 是一個非常平坦的話 那你下去 就是像 紅色這個 你下去算 那個斜線斜率 那如果它是這個loss 的curve是很平的話 你就算斜線斜率 就會很虛性於你 那虛性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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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往哪裡走 或是你走的路很小 所以 你就很難去走到那個 最低點 但是 如果你的loss curve 是一個非常的 就是期虛的一個地方的話 那你今天 在哪一個點去算 它的斜線斜率 都會是很大的 那你算斜線很大的話 那你就可以 比較容易走到最低點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跟大家 講一下 就是 在Pyboard裡面 通常是 怎麼樣定義我們的 Loss Function 然後 其實 它裡面都已經有 內建很多 好用的Loss Function 像是 MSLoss 然後L1Loss 就是所謂 MAE的Loss 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看說 呃 這邊我把 有一個參數叫做 reduction 就是 因爲它Default的reduction 就是它會把 所有的 值下去算平均 那為了這邊 讓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我就 先讓它不要 去做 平均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如果我先算 MA11的Loss的話 它就會把 Y跟Yhead 它就是 4.3就是1 然後 6.9就是3 3的話就是9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個MA11就是 1936 然後呢 MA1的話 它就是算相差 絕對值 所以就是 136這樣子 然後 但通常呢 就是假設你今天沒有看 那個reduction 等於 那麼的話 嗯 就是這邊 參數不給它的話 它就會知道 幫你把 1936 這個再去 去平均這樣子 然後 反正最後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希望把它加總 然後去平均 然後讓這些平均是最小的 這樣子 所以 這邊 其實你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你先把 Loss 先定義成 一個Variable 然後再把它 直接當成一個 排數 這樣把 Y-Hack和Y-E 這樣包起來 這樣子就可以知道 中國的Loss 然後 有一個點要注意的就是 就是 它Loss output出來呢 它還是一個Tensor 所以 如果你想要 比如說 用這個Loss下去說 畫圖啊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操作的話 要記得再把 這個Loss 這個Tensor 轉換成 浪拍的形式 這樣子 然後 接下來 接下來 這頁呢 是 剛剛講的是 regression 的Loss 這頁想跟大家分享 是 在分類上面 常常的Loss 那在分類上面 我們通常就會只會有 這邊是講 二語分類 它就會只會有 Binary 就是 1跟1跟0跟0 那 我最後說出來的值呢 可能會就是 一個介於0到1之間的一個機率值 那 所以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 0 0.9跟1 就是很接近了 所以這個Loss應該比較小 但是呢 如果答案是0 我預測出來就是0.8的話 那 我的Loss 數據上比較大 所以 在經過這個 CrossEmpie的計算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說 1跟0.9其實差距很小 所以它的Loss 就會是大概0.1而已 但是 答案是0 然後我預測出來是0.8的時候 這是一個 最不好的狀況嘛 所以 它的Loss 就是最大的 就是1.6這樣子 然後 所以 如果你今天沒有用Reduction的話呢 就會直接算出來 它就會直接幫你 把那一串 直接算成平均 然後就會得到一個 最後一個 數值這樣子 那所以 得到這個Loss之後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前面不是跟他講說 有Loss 我們可以做 就是在Loss.backward 它就可以 進行Cradient Exend 然後它就幫你update 整個參數 這樣子 好 然後呢 前面就跟他講 就是我們有很多參數嘛 那 這麼多參數 我到底要怎麼update 我總不可能就是一直寫 那規定底線的公式 然後啟動 回圈什麼之類的 所以 其實PiTools有幫你 設計它一個東西 叫optimizer 就是 它直接 你一個模型丟進去 它就自動幫你update 所有的參數 就是 非常的簡單 好用 好 那所以我們之前 搭配的故事 我之前在Linear Regression的時候 是怎麼樣 update參數 就是 就是 這個 w-w-learning grade 解決 鬼點 那就非常麻煩 那 所以在 PiTools裡面呢 呃 我們其實是可以把 模型的參數 就是 印出來的 就是 我剛剛講 比如說我這邊用 兩個layer 那兩個layer 呃 我就可以用 這個 就是我這邊定義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 net.parameters 然後我就可以用一個 破回圈下去 去疊代 然後就可以print 我裡面的參數 那 印出來的結果就會像這樣 所以第一個 呃 第一個layer 它就是一個這樣子的矩陣 然後 你可以看到說 像它的矩陣 然後它有跟你講說 它的request gradient 是true 因為這些矩陣 其實就是 我們 newlayer裡面的參數 比較更新的 然後再來就是 它跟你講說 還有你的bias 然後你的 這應該是第二個 output layer 然後就是 第二個的bias 這樣子 那有這個參數呢 我們要怎麼做呢 其實非常簡單 我們只需要 透過一行 叫做 optimizer 等於 torge.optim 然後這個adden呢 adden 是一個 optimizer的名字 大家就是想像成 它就是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等之後會跟大家介紹 不同的optimizer 差別在哪裡 但大家就先想像成 反正它就是一個 可以幫你update update 參數的東西 那你跟它講說 我的parameters 就是 我的net.parameters 哇好 這樣子就好了 然後呢 後面再跟它講說 我的learning rate是多少 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幫我去更新 這個網路裡面 所有的參數 這樣子 所以其實 這個brameters 它寫的是一個list 啊list裡面 就包含 所有的tensor 這樣子 然後 那接下來 我們到底要怎樣 用optimizer 去做 gradient descent呢 首先第一步呢 我們必須要先清除 這個optimizer裡面 所有的gradient 所以 要先打這行 optimizer 然後 接下來呢 就是 跟我們一般做的事情 一樣 就是 我們把input跟output 給它 然後算出一個loss 這邊 我就是隨便定你的而已 就大家去看看就好 然後接下來 當我call loss.backward的時候 我這些 呃 參數 它就會被寄勝出 它的規定 因為我們原本這邊的grade 就是0 但是在call一下 之後 它就會規定就會出現了 所以呢 嗯 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說 它在update之前 跟update之後 的差別 然後 因為它就算 backward之後 它的gradient就出現了 所以我們這邊下面 就給它一個 optimizer.step 給step 這一步呢 它就是 更新這樣 它就做更新這一步 所以 在它前面之前 我先print 它之前的weight 然後step之後 再printweight 就可以看到說 它會根據 你的那個 規定下去做更新了 那 結果會怎麼樣呢 所以這樣print出來 結果 就會長這樣 所以一開始你看它 因為我們參數都是隨機出實的 所以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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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說 它在進行update之後 它數字確實有改變 那這些改變呢 那這些改變呢 的原因就是 因為你call backward 這個光學 然後 你用optimizer.step 去更新這些參數 這樣子 那其實 在做optimization的時候 我們其實會 就是 學會用到不同的optimizer 那optimizer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就是 它 去幫我們 在這個 很複雜的平面下面 去找到這個 平面下面的最低點 那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那些 不同的顏色 其實都是不同的optimizer 的名字 那最常見的 像是 sgd 就是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然後 再來就是 反正這些都是 不同的optimizer 變形 那他們的目標就是 希望我們 隨便降落一個點 然後在降落一個點之後 我可以透過 慢慢的update 然後得到 這個最低點 這個位置 然後 那一張圖也是 比較的就是 不同的optimizer 他們 可能得到的結果 會不一樣 那 所以其實現在 有很多研究 在研究說 怎麼樣的optimizer 可以去克服一些 因為其實 大家雖然可以想像說 我們這邊的 這個 這個lows curve 其實就是 畫比較漂亮的給大家 但事實上 的lows curve 可能會是 非常崎嶇的 所以 大家之後呢 可以試著去 選擇 不同的optimizer 他們的結果 那不同的optimizer 其他的定義方法 也很簡單 就是 在torch.opti 裡面 就有sgd alligrate 跟 rmschrom 還有之前介紹的adom 都給大家 使用看看 然後 接下來呢 這是最後一步了 就是我們剛剛已經定義完optimizer 然後我們也知道 怎麼樣去更新我們的參數了 那之後我們就是 開始我們的訓練 那通常訓練的時候呢 我們要需要別的參數 就是 我到底訓練要訓練幾次 那訓練一次的話 就是對於我們所有的資料 這樣看過 然後這樣更新一次 所以 因為 就像我剛剛那個 linear regression 那個例子 我不可能就是 update一次就 直接到終點嘛 我可能只要走個十幾 二十步 我才可以走到那個 三步的最低點 所以這個 要update幾次 其實也是 你必須要自己去決定的 所以 我們這邊通常就是 跑一個for回軒 那就是 在每個for回軒下面呢 就是會有一個 whitehead 或一個loss 然後再有一個 然後這時候呢 第一步你必須要先 先用你的optimizer.0 break 然後接下來 做back propagation之後 然後再用optimizer.stack更新 然後通常 更新之後呢 我們就會 希望去print一下 目前的loss 就是 因為如果loss一直有在降的話 才代表說 我們的model是 有在學習的 但是如果你 你一開始的時候 看到loss都沒有在降的話 那就代表說 你這個可能是 有某個地方出錯了這樣子 所以 這大概就是 整個類的流程 那就從 前面在後面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看起來好像 蠻簡單的 那就 讓大家 試看看 就是 這邊呢 我在collab上面 還有 新增一個 小例子 就是 我的資料呢 就是從 x充 等於 2x 比方 加3x 這個 就是生成出來的 然後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 寫一個network 然後那個 這個network 這是一個regration 問題 然後讓大家可以 去print 畫出這條線 然後 算是一個 看起來蠻漂亮的 這樣子 然後我稍微給大家 nemo一下 就是 你們定義完 可能會講什麼樣子 然後呢 你會看到說 它可以慢慢移動這條線 然後肉質也慢慢變小 然後更新到最後呢 它就是一個 看起來好像蠻完美的一條線 然後呢 這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自己去定義一個 非常簡單的 never network 然後 來做到這件事情 然後 應該是在 in class exercise 這邊 然後這邊的x跟y 就是你必須要先執行 執行這一行 然後它應該就會畫給你看 然後呢 接下來 我這邊也提供給你一個 一個 比較基本的 一個 never的一個 template 然後你們就可以 試著去做看看 然後 你定義完 never之後呢 應該就跑下面這個 這個plug 它就可以幫你 畫出那樣子 然後也會幫你 硬訓 loss 這樣子 好 所以大家可以試著 定義一下你的 神經網路 你的 hidden layer 要幾層 然後這個activation 應該是怎樣 然後再往下面的 更新 我們有些人 確定的 就像是 你 有些人 在這場 有些人 韓國的 你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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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 你 要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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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讲一下 再次上課 先上課 雖然我也不保證效果是好的 要定義的話 像我之前可以定義的一樣 例如說有一個Layer 1 就是NN-linear 因為我的Limput Dimension是只有1維的 所以我這邊輸入的第一個維度就要是1 例如說我第一層的TN-linear可能是10 再來我再定義第二個Layer 第二個Layer也是10還是10 最後呢 我不需要有一個Output Layer 因為要輸出的值是只有一個的 所以 我不需要在第一個Layer 是 把它從10變成1 大概就是想這樣 然後呢 我今天要定義Forward的時候呢 我就只要把 例如說我先定義一個H1 然後把X丟進來 然後 這邊再加個 Rail 然後 S2 也是一樣的意思 S2的話 就是把H1的Output 然後就是Input 然後 再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這邊的Layer要是Layer2 然後最後呢 我們輸出的 也叫做Out 就是 Sup Output 然後再把H2的值 丟過來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然後呢 你噴出來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說 你的Nayboard 就是 1到10 10到10 然後10再變成1 然後呢 如果你在往下面這個 為什麼 跑出這個 就是我的 YM R1 跟Tensor 沒關係 那 我這邊之後 會再把那個程式碼 跟進上去 那大家就可以再看一下 反正 主要呢 是希望大家確定 其實說 這個NN的這個架構 要怎麼去定義 好 好 那我們就繼續上課 那剛剛講的是 我們怎麼樣去做一個 回歸的一個模型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想要再跟大家 再往另外一個 像是 就是 不同的問題 就是分類的問題 那在分類的問題呢 我們之前就說了 分類問題的通常 我們是只需要 包括一個值 那那個值就是 就介於零到一之間嘛 那那個 詞介於零到一之間的意思 就是 那一個值的話 就代表中文的 這個hidden there的 最後一個詞 一定要是1 那再來就是 因為我們是做分類問題 然後也是 Binary的分類 所以 我們在最後的output 這邊呢 我們必須要把範圍值 透過tort 連繫模式 這個 function 去把它分模式到 零到一之間 然後最後呢 我們再用 Cross entropy 也就是bcdloss 這個東西 下去去計算 它的loss 去做更新模型 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在定義 定義loss function的時候呢 你這邊就可以 給它設置 是 nn.bcdloss 然後 基本上 你就在 剛剛的那個 模型的架構也都不用變 只要在output 那邊再加上一個 sing1 function 然後這樣 bcdloss ok了 然後再來就是 然後 再來就是 剛剛講的是 做binary classification的時候 我應該 怎麼樣去做 那再來做 multi class classification 就是譬如說 我今天想要 一張圖片想要把它分成十種倍別 或是二十種倍別的話 那我應該要怎麼做呢 那所以 既然 今天的output是 很多種倍別 譬如說 我們有k個class 那 有k個class的話 就代表說 我最後一層的output layer 應該要是k 就是 像是我前面的這個 我前面這張圖 因為 我輸出只要一個值 所以我這邊就會是1 但如果今天要做多分類的話 你就要把最後那個值 譬如說10倍的話 那就是10 這樣子 然後呢 然後 這邊比較麻煩的 一個點 就是 通常我們會需要把 那個output 這個k的值 它都能夠來自到0幣之間 然後再利用 cross entropy 才會做計算 但是呢 其實它就是它 有支援兩種不一樣的方式 那第一種方式就是 我直接 loss function 選挑cross entropy loss 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它就會自動幫你做 soft max 加上 cross entropy 所以 如果你用這個loss function的話 你的最後一層 就不需要加activation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這樣 就會去加activation的話呢 那你就要 用 這個loss soft max 再加上 nls 就是 這是你最後一層的 activation function 然後 再加上 negative log likely good 的loss 來當作是 你的loss function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下面其實是 比較麻煩的 就是 所以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的output 不要加activation function 然後直接用 fast entropy loss 當作是 loss function 這樣就OK了 好 然後這邊呢 是一個程式的例子 就是 我們怎麼樣 假設我們今天的k 是10類 所以我們今天的output layer 最後一個dimension 就會是10 然後呢 接下來 在我們 定義最後一層 layer的時候呢 我們這邊 因為我們最後想用的是 cross entropy loss 所以我這邊 最後一層 就不需要再加 soft max 之類的activation function 我就知道 放這樣就好 好 然後 但是呢 如果 你是比較喜歡 在最後一層 加一個 一個方法的話 那你就是 在最後一層的時候 用 proj.log.softmax 這個東西 它就會把你的 機率值 變成0到1之間 然後再取load 然後最後呢 你的loss function 就不需要用 nlll loss 就對了 這樣子 好 那這邊有本 就是在我的那個 公布上面呢 還有一個範例 就是 有點像是 剛剛用那個 那個網站 讓大家練習的那個 例子 等於是比較簡單一點的 例子 然後就讓大家 去練習說 這個binary classification 會像什麼樣子的 然後最後呢 一開始的data 是長這樣 那最後呢 在你view完那個 nn之後呢 你可以去畫出 它的diction boundary 那就會像 有點像是 我們這個網站上面 玩的那樣 對 那這個東西呢 大家也可以 回家的時候 再自己去嘗試看看 那我之後呢 也會把 就是 對應的程式碼 在我的那個 colleg notebook上面 好 然後呢 雖然說前面 就是講的蠻多 就是 要怎麼去定一個class 要怎麼去 在裡面加 occupation 之類的 但其實 有時候如果我只是想 就是 秒確認一個 new and network的話 其實 有比較快的定義方式 就是用 nn.sequential nn.sequential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一個 也是 它也是用一個class 但是 就你裡面呢 就一直給它 不同的layer 然後它就會 從最前面 你錄到最後面 然後幫你去做 它的output 這樣子 所以 但是等於說 第一個class 然後第一個layer 是這個 然後它 第一個layer之後 再過來一個relu 然後再第二個layer 再過一個relu 然後再一個outputlayer 再過一個smoid 這是一個標準的 就是 你今天想要去做個分lay的話 就可以 這樣快速的 利用nn.sequential的方式 去 搭建一個模型 這樣你就不用每次在那邊寫class 什麼之類的 就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 其實這個東西 算是還蠻好用的 好 那接下來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雖然說 剛剛大家看 train一個 牛奶麵畫上 其實很簡單 但是如果大家 在遇到 真實世界的資料的時候 其實會 遇到很多困難 譬如說 像是 為什麼一直降不下來 或是 為什麼我的 表現一直都 訓練得不好 或是怎麼樣 那接下來 我是想跟大家 分享一個幾個trip 是可以讓大家 可以 在訓練 曾經網絡的時候 有更好的效果 這樣子 那這邊呢 主要分成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是 minbatch的 gradient exam 然後這個 我會之後再跟大家介紹 然後 在第二個部分呢 是 optimization 就是 就是 不同的optimize 它的優缺點 差異是在哪裡 然後還有 還有 learning rate 應該是很重要 然後learning rate 對我們的 model訓練的過程 影響是什麼 然後再來會跟大家介紹一些 比較 進階的 equilibration function 因為其實 relue已經是 在非常久之前 被提出來了 然後後面呢 一直有人去 根據relue去 提出一些改進的方法 能夠解決一些 在gradient上面 gradient values 之類的問題 然後接下來呢 最後一個部分呢 應該會是 跟大家講說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神經網路有這麼多的 weight 這麼多的 weight 它其實很容易造成的問題 就是會有 overfitting的現象 那我們怎麼樣去 透過一些很有用的 trick 可以去幫助我們減緩 overfitting 這件事情 然後這些其實都是 實際你在選擇 非常常見 會用到一些技巧 這樣 好 那首先呢 我們應該 就把這個 minback這個講完 就可以下課了 就是 第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 在上gradient底線的時候 是不是 我們x有多少筆 我們就直接 一次拿來算gradient 對不對 但我們剛剛的x 可能就只有200筆 300筆而已 所以當我們一次算 200筆300筆的gradient 就太好 但是 今天假設你的data 可能有10萬筆 可能有100萬筆 1000萬筆的話 那你今天在算gradient底線的時候 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我一次在算 這麼多筆的gradient 其實是 非常花計算資源的 你也不太可能一次算 這麼多的gradient 所以其實比較常見的方法 有分成兩種 另一種方法叫做 minfetch的gradient底線 第二種方法叫做 stochastic gradient底線 那其實這兩種方法 差別就在於說 這是全部的資料 那minifetch就是 我把他從這麼多的資料裡面 我每次都取 一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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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16筆 一次是16筆 16筆 這樣拿出來 反正把這個data的資料 像做切割 這個就叫做 minifetch gradient底線 那另外一種方式 叫做stochastic gradient底線 就是 我就從最大的裡面 我就隨意挑一筆 挑一筆出來 我就update一次 挑一筆 所以大家就看到 我說我挑一筆 然後我就update一次 我再挑一筆 再update一次 一次算歸典的時候 就這個min 然後minfetch就是 我算歸典的時候 一次會有32名 然後再update一次 然後 最大的這個min 這個gradient底線呢 就是 他已經看完所有 100萬筆 然後才update一次 這樣子 那所以 他們這些的差別在哪裡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stochastic gradient底線就是 我看一筆資料 就update一次 所以他update過程 就會像是 紫色這條線 就是亂走一通 因為他就是看到一筆 他就走一次 所以 反正他看到 比較不好的資料 那他是不是 就可能就跑到旁邊去了 然後再 就是有點像是 會醉醉這樣 亂走 但是呢 如果 像是我們最大的那個 gradient底線 他就是 一次走一大步 然後 看很多資料 所以他走得很穩 他就可以慢慢這樣走到這邊 但事實上在 資料量很大的時候 他是不太可行的 所以通常 常見的就是 利用minfetch的gradient底線 就是一次可能看少比的資料 讓他就 一次走小步一點 一次走小步一點 但是也不會說 一次只看一步這樣子 就是看的資料太少了 很難去估計說 譬如說 這些資料到底 譬如說 我們之後會搶到一些方法 他要從一個batch裡面去估計說 譬如說 我們學過的統計 我們可能就知道說 譬如說 一次sample個 30比 或是60比 當我的n夠大的時候 其實我sample這些資料 是跟我們的目的分布 是很接近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 這些batch的資料 去幫助我們去 計算這個目的統計量 這樣子 好 所以 今天再跟大家講 就是通常 我們就會 定一個東西叫做 batch size 所以就是 在mini-batch的時候 譬如說 我一次想要看 拿8比 然後update一次 8比update一次 那我的batch size 就是 8比 然後 你就可以去根據 通常batch size 這個東西 它就是根據你的 電腦的性能 就是譬如說 你今天有一個超強的電腦 那可能 你的batch size 接下來就可以設個500 1000之類的 但是如果你的電腦 不是沒有那麼強的話 一般來說 可能16啊 或32就是一個 還不錯的電腦 這樣子 所以今天呢 我就第一個batch進去 然後就update 35 然後第一個batch 再進來 再update一次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接下來呢 這個東西就是 我怎麼樣使用 mini-batch這個東西 來去幫我們做 規定理線 然後 所以這邊呢 需要 額外應用的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data loader 一個叫做tensor dataset 然後 tensor dataset 主要就是 把你的x跟y 合成一個 然後整個dataset 就是 原來講廢話 當然就是 因為它這個data loader呢 它只能吃dataset object 所以 你必須先把你的x跟y 它們全部都放到這個tensor dataset裡面 所以它就變成一個dataset object 之後呢 你再把這個dataset 丟進去data loader 那在data loader裡面呢 你就可以去指定說 今天我想要一次丟32比 今天想要一次丟512比之類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設2的某個次方 但是 就是 這就是一種 迷之信仰 就是大家就會設2的N次方 這樣子 所以 這樣 得到這個loader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簡單的for回圈 就是 所以我們這個for 我這個batch 這個batch 它就是 每一個batch呢 它就會是一個32 然後譬如說 因為我這邊 它這個batch 它就會包含了x跟y 然後x 它原本的維度應該是 就是n 然後乘以10 然後y的維度就是 就只有一維的 然後又有n跟這樣子 所以我今天設 best size是32的時候呢 我今天把第一個batch拿出來看 它就是 只有32 然後只有10 所以它就自動幫你把原本的這個 1萬筆的資料 它就會幫你切成好多個32筆 那就這樣 你利用這個for回去 你就可以一直這樣 錄下去 那所以 在後面呢 你就可以拿到這個x batch 跟y batch 之後呢 就一樣 就拿到你的predition的結果 就算你的loss 然後再用marking match 的時候就更新 這樣就 一樣 就調定 所以 其實它的東西 就幫你寫得很好 然後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 就是 我在colab上面呢 最後這邊 有一個小的例子 就是 我使用的 資料就是 用那個 手寫數字的辨識 就是大概是成這樣 然後呢 我記得它原本的資料 大概有 這幾筆 6萬筆 總共有6萬筆 總共有6萬筆 然後 我這邊呢 就是先把它的ChainX 跟ChainData 全部都勾進來 然後都放在這個tensor data色裡面 然後再用bassize 32的部分 然後就可以print出來 說 我每一個資料 它都是32 只有32 然後它是一個 28x28的照片 然後它的y 就是只有32 這樣子 那後面呢 我這邊就定義了一個 非常簡單的方選 啊 不是方選 就是定義一個 簡單的model 然後用Croscentral B跟A3 再做更新 然後呢 大家可以去看說 所以我 到時候呢 其實最後 我們通常在訓練 一個模型的時候 我們會寫一點Forgue圈 那第一個Forgue圈呢 我們就是 跟前面定義的一樣 我到底要更新幾個Iteration 所以 通常我們會叫這個東西 叫做APOC 就是我要定義 幾個APOC 就是你看 一個資料幾次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裡面呢 就是我的Batch Training 就是 我會得到 每一個Batch 然後 裡面Batch 就會有它的BatchX 跟BatchY 然後 我就可以得到 我Model的Output 然後還有我的Lose Function 然後再用Leon Optimize 做更新 然後我就去跟它設說 譬如說 每三百步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看一次 它的Lose是多少 它的Accuracy是多少 這樣子我就可以隨時知道 我的Model 他目前 學到他們的Performance是怎麼樣 然後 我也可以就是 去再做 對應的調整 這樣子 所以大家如果 對於 這個MinBatch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 詳細的去看一下 我這個 Lose Function 然後 之後呢 我會再把 那個 Binary Classification這邊 還有Reversion這邊 的Code再 傳上去 那大家 就可以再去看一下 就是如果剛剛 就是好塵色的時候 有些問題的話 可以再上去看一下 這樣子 那今天就 在這邊 謝謝大家